各位朋友好 这里是小民之心 今天是6月16号 前些天 美国福克斯新闻的一位主播卡尔森宣称 美国情报界人士透露 史上最高级别的中共叛逃者 已经与美国国防情报局合作了三个月 此人向美方合盘托出了 关于中国的特殊武器计划 其中包括生化武器计划 这个叛逃者提供的资讯 是非常技术性的信息 而且他宣称 为了防范隐蔽在美国中央情报局 联邦调查局内的中共间谍 国防情报局 并没有把这名叛逃者 网上惩暴 而是留在了国防情报局内部 秘密保护 这个消息传出后 引起了海外中文世界的一片热议 尤其是 史上最高级别这个说法 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好奇 导致各种猜测不断 从中共立国到目前为止 中共内部出逃成功的最重要的人物就是许家屯了 前新华社的分社社长 中共香港工委的书记 许家屯此前还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是中共的省级干部 许家屯出走于六四北京大屠杀之后 起今已经31年了 如果这个史上最高级别的说法是准确的 那么这个人至少要超过省部级 也就是要够得上复国级 因此有人猜测 这位史上最高级别的叛逃者 可能是王岐山 这个猜测真够大胆的 王岐山最近这段日子是真不好过 大秘都要被习近平投入监狱了 如果真是王岐山 那确实可以算得上 是中共最高级别的叛逃者了 只是像王岐山这样的中共大员 不要说出国了 就是走出家门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到任何地方去 都需要事先安排警卫 还有传言 叛逃的可能是中共的一位中将军官 中共现役的中将军官 一共只有120多名 都是在军队的重要部门任职 他们的警卫措施 比地方要严密的多 这些人想要离开中共 他们受到的限制就更多了 另外 这样最高级别的叛逃者 真的到了美国 即使是美国国防情报局 直接帮助这位中共最高级别的人物 到了美国 可国防情报局 怎么能不报告国防部长 不报告美国总统呢 假如美国总统知道了 难道总统也会向中央情报局 联邦调查局保密吗 留在国防情报局内部 秘密保护这样的说法 在逻辑上是无法自洽的 根本就不能自圆其说 美国的情况 我们这里姑且不论 这里只说一说 中共内部对他们干部的管控 在中共的历史上 成功出走的高级干部非常有限 最早脱离中共控制的高级干部 可能就是那位拱楚将军了 朱德和毛泽东会合之后 中共成立了红四军 中共湖南省委 在给红四军前卫的指示当中 将拱楚排在朱德毛泽东之后 并称朱毛拱 由此可见 当时拱楚在红军中的威望和地位之高 但是拱楚后来对中共的各种做法 越来越不能接受 尤其是不能接受中共内部 残酷的斗争和请压 在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之后 拱楚被留了下来 担任中央军区的参谋长 这个时候 中共对那里的控制相对比较薄弱 拱楚得到了逃跑的机会 对于拱楚来说 他逃离最大的障碍 就是他身边的那些警卫人员 这些人一方面保卫他的安全 另一方面也在监督着他的言行 稍有不慎 就可能死于他们的枪下 在经过了多天仔细的考虑之后 拱楚布置了一个周详的逃跑计划 他支开了身边的警卫人员和工作人员 然后择机悄然逃离了 遣回了他的故乡广东乐昌 他的故乡距离他逃跑的地点 只有一百多里地 这地利之变恐怕也是他能够逃脱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中共的保卫系统 著名军旅作家刘家居 曾经在他的文章中有过简单而深刻的介绍 刘家居长期在共军总政治部工作 看到过大量的内部资料和内部档案 并采访过众多的中共高级将领 他的这篇文章题目是军中一霸 我知道的罗瑞卿大将 罗瑞卿长期在共军的保卫系统任职 中共立国之后还担任过第一任的公安部部长 关于共军的保卫系统 他们自己很少公开介绍 外界都知道 中共的军队是双首长制 军长政委 其实应该是三首长制 还要加上这个保卫局长 这个保卫局长监督军长和政委 是否执行上级的命令 至于下级干部 这个保卫局长完全可以随时处置 刘家居在文章中提到 战争年代 军队有句留言 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保卫干部来谈话 小兵张嘎的作者许光耀 年轻的时候 曾经在中共军队的保卫部门工作过 那时是抗日战争时期 保卫部门改名为除奸部门 他在回忆录 昨夜西风凋蔽树中 曾经提到 这个工作不可以随便谈论 他说 这是机要部门 很怕无意中泄密 触犯了纪律 想必 这其中充满了残暴和黑暗 实在不能见光 尽管如此 他还是在回忆录中 简单的说了一点往事 他说 除奸的任务 是保障部队的健康纯洁 挖出混进的各种奸细 至于如何处置 徐光耀写道 当时是游击战争环境 逼得将审判快速简化 就一般情况论 判处案犯 要么关几天放了 要么就是枪决 在一次夜间的行军过程中 一个在家的疑犯 突然发病 走不了路 出间科长 就让徐光耀来辨认一下 是不是那个最严重的疑犯 徐光耀也只是见过那个人一面 他只好说 像是那个人 于是 此人便被拉到一旁 用刀砍了 结果 天亮之后 发现杀错了 我还曾经看过一位女干部发表的回忆录 具体的书名忘记了 他嫁给了他们失礼的保卫部长 结婚的当天 他想请他在同一部队 但是连长的表哥过来 一起吃顿饭 那位表哥 见到自己表妹时 非常的紧张 他告诉表妹 保卫部长让他来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在得知表妹要结婚的消息之后 才如实重负 由此可以知道 在一般的干部心目中 保卫机关的威力 说到中共军队内部的政治保卫局 干部们真是谈虎色变 刘家居还记述了 中共前国防部长耿彪讲述的一段故事 习近平就曾经担任过几年耿彪的秘书 在湘江战役的时候 耿彪是一军团四团的团长 当时他正患瘧疾 只好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 罗瑞卿前来督战 他怀疑耿彪 窃战未敌 找来警卫排长杨丽查问 耿彪是不是真的得病了 罗瑞卿一手揪着警卫排长的衣服领子 另一只手用手枪顶着警卫排长的脑袋 问了几次 警卫排长一直说 耿彪确实是病了 这样耿彪才逃过一死 后来刘家居专程采访了这位 已经是中共高级将领的警卫排长 这位排长告诉刘家居 我的任务就是监督团长 营长们是不是执行了军团长的命令 当年 红军中像我这样的警卫排长 权力就是杀人 一切听罗的指令 刘家居在文章中写道 在长征路上 罗瑞卿作为一方面军的保卫局长 为了给部队的行踪保密 凡是走不动的伤员 都由他处决 一旦调队将被处决 这一点 中共的大将黄克成 也在他的回忆录中有所涉及 长征中黄克成被贬斥 没有了坐骑 当时他身体又很差 非常担心 因为掉队而被杀掉 他是抓着其他干部的马尾巴 走下来的 可以说 中共的军队长征能够走下来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人们不敢逃跑 不能逃跑 这其中 中共的保卫系统 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中共防范最严密的 是他们的同志 是他们最亲近的同志 死在他们自己同志手里的人 要远远多于 死在他们敌人手上的 他们对自己的同志 尚且如此无情 如此残忍 当然 他们对百姓 就更加的无情 更加的残忍 在中共早期 出走的最重要的人物 应该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 红四方面军的领袖 张国焘了 在张国焘率部到达陕北之后 他便失去了军权 但是 由于毛泽东当时 在中共内部还立足未稳 因此 还不敢对张国焘 采取过于激烈的措施 毛泽东只是通过各种手段 排挤张国焘 就在这种情况下 张国焘利用 国共双方 共同祭拜皇帝灵的机会 随参加祭拜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离开了陕北 在某种程度上说 这实际上是毛泽东有意的把张国焘赶出中共 这个机会未必不是毛泽东有意制造的 因为红四方面军的力量太大了 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影响太大了 毛泽东对此不得不有所顾忌 张国焘离开红军 离开中共 对毛泽东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这样一来 四方面军就只能接受他的调遣了 六四北京大屠杀之后 共军内部有不少的人要考虑脱离中共 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因为向台湾国军提供情报 而被杀害的刘连坤少将和邵正宗大小 邵正宗当时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 军械部军工管理局的局长 北京大屠杀之后 邵正宗萌生的离开中国大陆的想法 可中共的军官没有身份证 只有军官证 没有特殊情况 他们根本无法外出 于是他找到了在大陆的一位台商 请他给予帮助 这位台商在秘密的替国军情报部门工作 后来他把邵正宗介绍给了国军情报局 台湾军情局承诺 将帮助他离开大陆到第三国定居 邵正宗后来向台湾国军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 只是由于台湾军情局工作上的疏漏 知道的证件存在问题 邵正宗没有能够顺利的离开大陆 后来始发被中共杀害 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知道 中共对军队人员的控制非常的严密 一般情况下很难脱逃 这一套严密的监督制度 从红军创建初期就已经建立 后来又在根据形势的变化 一直在不断的完善 到现在早已形成了严密的罗网 那位成功逃离中共控制的许家屯先生 他有许多独特的便利条件 最重要的是他可以方便的出入香港 而当时香港还在英国人的控制之下 再者他在香港有可以信赖的朋友 正是这位身在香港的朋友 替他秘密的和美国方面进行了联络 迅速获得了美国的旅行签证 许家屯进入香港之后 得到了这位朋友的接应 顺利的登上了前往美国的班机 离开了中国 成为中共立国之后 成功出走海外的最高级别的干部 许家屯后来回忆说 登机前发现 港英当局保安部门 已经做了各种特殊的安排 这说明美英双方已经提前协调好了 以确保他安全的离开香港 可惜现在香港已经彻底沦陷 对于那些想离开中共的高官来说 自然是又少了一条渠道 在二十多年前 中国曾经发生过一起副省长失踪事件 这件事情震惊了中共高层 那是在1999年的8月 当时云南昆明正在举办世博会 江西省的副省长胡长青 帅团飞抵昆明 为江西馆举行开馆仪式 当时胡长青已经接到了调任 北京工作的调令 他准备利用来昆明这个机会 悄悄的去一趟广州 处理一点他自己的私事 也就是为他的情妇安排工作 因为平时随便离开工作并不方便 他不想被别人知道他的行踪 便使用了假证件乘飞机离开了昆明 并且他告诉上司他去了深圳 结果江西驻深圳办事处的人员 前往机场接机却没有接到 这引起了江西方面的担心 他们前往昆明机场 查找当日出行人员的名单 想看看胡长青到底去了什么地方 没想到 当天机场出港名单中 并没有胡长青这个人 副省长突然失踪 他是被劫持的 还是要出逃呢 这一异常情况 引起了江西省高层的担心 随后江西省向中共中央做了报告 当局随即采取紧急措施 并动用了警方的力量 开始追查 几个小时以后 便在广州的一家高级宾馆 找到了他 警方在搜查中 发现了他的假身份证和护照 然后他便被直接带到了北京 接受调查 其实这个家伙 当时并没有出逃的意思 那时他正春风得意的时候 但是因为这次的行动 让中共高层开始对他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了其他的问题 后来 胡长青成为中共立国之后 第一个被执行死刑的 副省级高官 后来还发生过另一期 副省级官员失踪的事情 那是2007年 广西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孙瑜 说明到北京参加国务院召开的一次 全国性的农林会议 这个会议全部安排为七天时间 会议开到第三天的时候 孙瑜觉得很无聊 便悄悄地乘飞机到深圳去消遣 准备第二天飞回北京继续参加会议 但是没有想到 由于在美女的陪伴下 多喝了几杯 不小心在分身间摔倒 被碰得头破血流 被人送进了医院 医生在孙瑜的头上缠满了绷带 孙瑜不想让人看到他这个狼狈的样子 这个时候孙瑜犯了一个小错误 他关闭了手机 高层联系不上他 便迅速地动用了高科技手段 对其进行寻找 确认他离开了北京 来到了深圳 随后 孙瑜就遭到了调查 落入监狱 至于这个高科技手段 究竟是什么 所有的报道都语焉不详 显然 当局并不想让外界知道这个情况 另外在2010年 还发生过一起市委副书记失踪的事件 这位市委副书记和前面提到的两个副省长并不一样 他是真的想跑掉 在那年的5月 河南省安阳市的主要领导 一起到北京参加一起省委干部的告别仪式 这其中就有安阳市的市委副书记李卫民 告别仪式结束之后 安阳市的主要领导分别乘车返回 而这位市委副书记 在乘坐他的专车 从北京返回安阳的途中 失踪了 他的司机 自己驾车返回安阳 两天后 才向上级做了汇报 据说 这位市委副书记 因为腐败问题 受到了内部的调查 他得到消息之后 因而决定出走 直到三个月之后 安阳市委副书记神秘失踪的消息 才被媒体披露出来 地方当局被迫公开承认此事 并宣布立案侦查 实际上 当地很多的官员 暗中都在期待着 这位副书记能够离开中国 这对副书记本人 和他们这些相关的人员 都是一种解脱 只是 这位副书记 始终没有能够离开中国 在出逃了近八个月之后 被当局抓获 可以推测 他应该是在寻找各种机会和办法 逃离中国 但是没有成功 据说 这位副书记被抓获之后 当地的很多官员 都睡不着觉了 2012年 中国还曾经发生了一起 震惊世界的 副省级高官外逃事件 这便是王立军 私自进入美国 驻成都总领馆事件 这个事件 最终导致薄熙来下台 王立军当时是重庆市的副市长 兼公安局局长 此前 王立军 一直在公安系统任职 他肯定 对中共当局的各种边控措施 非常的熟悉 可以想见 王立军要出走 绝对不是临时做出的决定 他一定考虑了很久 只是 从他选择 亲自驾车 投奔美国驻成都总领馆 这个事情 就可以看出 他肯定找不到更好的办法 离开中国 否则 他不会冒险 做这样的选择 可以想象 越往后 中共对他们高级干部的控制 会越严密 对于那些人来说 私自出行 就越来越没有可能了 当然 前些年 也有不少携带巨款逃跑成功的 只是 那些人级别一般都不高 大多都是县级以下的干部 比如 辽宁省的一个县级是 凤城市的市委书记 王国强 以及 在摆明 红色通缉令名单上的 排在第二位的李华波 他 只是县财政局里的一个鼓掌 他居然 侵吞公款 9400万 逃跑了 那些地方 确实是天高皇帝远 官员们比较随意 尤其是那些 闲散部门的干部 以及一些部门的副职 很多人 三天五天不上班 根本就没人在意 他们 有比较多的机会逃跑 再者 就是一些 在成建 交通 银行等部门 管钱 管务的官员们 这些人 有机会腐败 却不像党政官员那样 受到比较多的限制 相对 比较随便 他们的出走 也比较容易 顺便说一句 中共内部 几乎是 无关不贪 只是 那些真正的贪官 那些 附和敌国的 大贪官 他们都在 中共的最高层 他们 根本就不会 因为腐败 而受到追查 也根本就不需要 因为腐败 而跑路 中共是一个 极端注意 总结经验教训的组织 每当发生干部逃跑事件 他们一定会仔细的 查找漏洞 强化监控网络 和监控手段 作为一个黑帮组织 他们对外 非常的警觉 他们对内 也相互提防 让你荣华富贵 你就可以 止罪金迷 为所欲为 说你存在问题 你就只能 扶手认罪 对于中共来说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 人格尊严 只要加入了中共 那就得放下一切 成为组织的 驯服工具 习近平上台之后 对中共高层进行了 大规模的政治清洗 很多人选择了自杀 这其中 有一班官员自杀 也有高级官员自杀 地方上自杀的 最高级的官员 是直辖市的市委副书记 军方自杀的最高官员 已经达到了上将 习近平对中共高级官员的控制 想必更加严密了 对于那些中共的官员来说 他们春风得意的时候 不会逃跑 等他们感到危险的时候 恐怕也就没有机会逃跑了 这些年来 中共官员自杀身亡的事情 我们听到过很多次 但是中共高官出逃的事情 外界几乎没有听到过 那些遭受政治清洗的高官 难道不想逃跑吗 谁不知道 三十六计走为上呢 只是 他们恐怕 是走不了了 我们期待 更多的中共官员 尤其是那些高级官员逃跑 只是 我们不能把想象 当作现实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说到这里 小明之心 谢谢各位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Graham